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主与王子的爱情故事 经验世人 菲利普亲王是英国女王背后的男人 年轻时也是一名有的翩翩美男子 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曾捕过过万千少女的芳心 也令伊丽莎白二世清新 嫁给英国王室的菲利普亲王 一生中唯一的工作 就是全心全意支持英国女王 这位只活在女王阴影下的王的男人 她的一举一动 牵动着英女王的情感 1953年6月2日 伊丽莎白二世正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连里 当她结果象征权利的权杖 戴上国王象征的王冠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英国女王 登基之后 英国女王事物繁忙 而菲利普亲王也陪她共同承担上了不少王室事物 最主要的是 菲利普亲王心甘情愿 成为了女王背后的男人 向女王宣誓永远效忠于她 菲利普亲王和英国女王甚是安爱 二人婚后 欲有查尔斯王子 安依公主 安德鲁王子 爱德华王子 当伊丽莎白二世忙于政务时 菲利普亲王更多地承担其教育 和陪伴孩子的责任 他们的甜蜜的婚姻生活引人艳羡 菲利普亲王和英国女王携手半个世纪 两人如同普通夫妻一般的相处模式 也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陪伴是最惩情的告白 将手是最惩情成目 菲利普亲王和英国女王亦是如此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